第36題 36題37題是體育組 手搖飲料的熱量驚人 根據某連鎖飲料店提供的資料 換算出的方糖科數如復表所示 手搖飲料店的大杯全糖飲料 飲料內含有將近12顆的方糖 早前一杯350毫升的飲料 則有約5顆至6顆的方糖 倘若霸氣點一杯全糖大杯珍珠奶茶 等於吃了約60公克的糖 與4茶匙的沙拉油 因為奶茶含有奶精 而奶精屬於油脂類 如此一來熱量至少有420大卡 如果再加入珍珠或是波霸等配料 熱量更會來到530大卡至630大卡 熱量簡直相當於一個油機便當 第36題是我們說 根據上述文章所提供的資訊 假設每杯手搖飲料以容易600公克計算 則這杯全糖飲料的重量百分濃度為多少 我們看到表格當中 手搖杯的600公克飲料裡面 全糖的含糖量是60公克 那我們曉得所謂的重量百分濃度的計算 就是底下是溶液的克數上面是溶質的克數 去乘以百分之一百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的飲料有600公克 那我們的含糖量呢是60公克 去乘以百分之一百 那麼這個消掉之後呢 就是百分之十 所以這個飲料的重量百分濃度呢 是百分之十 第36題問我們說 則這杯全糖飲料的重量百分濃度為多少 我們答案選的是B 百分之十